今天中文字幕by索兰娅 西萊牙族北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曾经五代同堂过 就是其实从很早北投阳骁龙社部落的时候 就一直都在这里 那因为爸爸也是希拉雅族的诗人 代表诗人 所以他也非常关心希拉雅正名运动的问题 他就在这个南投县的彭百选立委的时候 担任他的这个秘书工作 在这个时候呢 由于这个杨子乔很内行 他不但年轻的时候 推动过年份地带文学 然后呢 他又推动台湾文学的体制化 也就是说 大学应该有台湾文学系 应该有台湾文学研究所 台湾文学研究所 那台湾文学研究所 呢 台湾文学研究所 都在这里 那台湾文学研究所 我们的台湾文学研究所 在台湾文学研究所 还有 我们希望说后代的子孙 跟后来的包括市民朋友们 还有包括原住民朋友们 还有包括外来的观光客也好 我们都希望能够免怀杨老师 他对台湾所做的贡献 以及他一路走来在台湾诗坛 以及台湾文学所走来的逐期 我们也希望能够免怀杨老师